印度庞哲普邦发生严重的铁路事故 一大批民众在火车轨道上掀上烟火秀 相信一时没有听到和注意到火车朝他们开来 结果一行人被火车给撞上 造成至少60人死亡 50人受伤 由于伤者人数众多 因此医院里里外外 人满为患 当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情况危急 当局部排除 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印度民众这一天欢天喜地 大肆庆祝一年一度的十圣节 没有想到发生重大悲剧 大约700人星期五齐聚在西北部城市 阿姆利泽的一个铁轨上 观赏罗波纳雕像焚烧仪式和节庆烟火秀时 飞来横祸 被火车撞上 目前为止 当局已经巡获将近60具遗体 其他多名伤者则陆续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抢救 医院里外 人满为患 由于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情况危待 不排除死亡人数将进一步攀升 另外政府也将向每位死者家属提供50万卢比 大约28000令吉的抚恤金 印度总理莫迪事后也在官方推特发文 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 并形容 这是意气让人心碎的惨剧 NTV7综合报道